大家好 这个战狼啊 战狼出事了 战狼变色狼了 战狼的导演 深夜尾随醉酒女强奸 判四年啊 说白了啊 他要不是战狼的导演 是吧 色狼战狼都是狼 这都是表兄弟 是吧 这都是连金儿 这都是亲戚儿 怎么也得判个十五年 明显的是判得轻了 这导演叫魏杰啊 魏杰 在南京判的啊 这还是去年的事儿呢 这个是去年九一九年八月 尾随一醉酒女子 强行和她发生性关系 南京鼓楼法院啊 南京有个鼓楼区 一审判其犯强奸罪 然后他不服 提起上座 称女子醉酒后因感情纠纷 请她帮忙主动扒她的裤子 这个事儿是有点过啊 他是指导过很多啊 什么双城生活 闯关东前传的副导演 这可能是战狼的副导演吧 是吧 可能不是郑导演 具体的我不清楚啊 说白了 什么战狼什么的 我连看都不看 我这人有一毛病 不感兴趣的事儿 我不会浪费时间去 所以像战狼这样的电影 我知道他不是我的菜 既然不是我的菜 我也不下我那筷子 反正一提起战狼就是吴京 是吧 吴京 据听说吴京为了拍战狼 一开始缺这个启动资金 把自己家房子卖了 战狼有几年了 三四年了吧 三四年前 再加上拍摄周期 就得四五年五六年前的事儿了 这个吴京住哪我知道 那个他那小区 他那小区还是挺高档的 应该是我们那一片 可以说是最高档的小区吧 起码是七八年十来年前 是最高档的 后来那一片又盖新的小区了 可能就不是最高档的了 但是吴京那小区还真是住了不少名人 因为我那小区离他们没多远 直线距离不超过五百米 我们那小区当然比他那要差一点啊 这个我是不会言 我没人家那么有钱 人家是明星 咱就是个普通人 他那个小区住着谁了呢 这个赵大叔 本山老板啊 本山传媒的老板赵本山 赵本山啊 其实换一种说法吧 如果确实这些演艺明星 或者大老板 也不能说他住在那 也只能说他在那有房 可能过一段时间 方便的时候人家会来住 反正赵本山住在那 那个小区啊 别说小区名字了啊 不要给人家说出来 然后赵本山住在那 然后那个零点乐队的 零点乐队的周小鸥 还有原来他的前妻 后来离了唐平 做那个叫艳 艳乐队吧 两口都是玩摇滚的 周小鸥唐平两口子 然后还有谁啊 张子怡 张子怡在那也有房子 赵本山也住那 还有吴京也住那 吴京后来把那房卖了 他们那小区是大户型 是那种连排的 叠拼别墅吧 类似于 原来我溜弯 经常到他们那个 他们那个小区外边溜 说一个细节吧 这个城外啊 北京城外 城券啊 只要出了城墙 过了护城河 外边过去啊 就是菜地 菜地 庄家地 坟地 特别多 所以他们那个小区 虽然很高档 卖的很贵 但是就在他们小区的围墙 围墙 在围墙的 嵌在那的 镶嵌在那 就有一个碑 墓碑 在他们小区的南墙 我经常在那溜弯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小区 离我很近啊 溜弯的时候 就看见那有一个墓碑 墓碑不高 一看也不是什么大户人家的哈 就是 呃 七八十公分 也许都没有 就是三分之一个成年人的高度 大概 就在 那个墙上嵌着还 那墓碑 我很纳闷 难道这个主人 墓碑的后代 不同意吗 不同意把那墓碑拆除吗 呃 还是移走 还是有纠纷 还是有什么事 我也不清楚啊 所以 那个那个就 就一直在那儿 然后那个 那个院里 他们那个院里住了一个 住了一个 我儿子的 同学 一个女孩啊 也别说人叫什么姓什么了啊 我都知道 他住在那 他爸 应该挺有钱的 他爸开一辆大路虎 那个也是个大老板 然后 那女孩 应该是还有一个小弟弟 然后他妈呢 他妈就看着特朴素 就跟那个 农村那个 那大妈似的 又胖 又胖 又壮 还显得年纪大 然后呢 他妈可能不会开车吧 然后就骑一个破自行车 去接他闺女 啊 有的时候 他爸接就是大宝马 就是那路虎 大路虎越野 而他妈来 就一破自行车 然后他妈呢 那女孩 他妈也在附近 因为附近这几个小区嘛 居业会组织啊 就有个合唱团 啊 这个赶上五一十一 唱唱红歌啊 他妈也跟着一块去 也唱 啊 这他妈我都见过 他爸也见过啊 都是我儿子同班同学 然后就是这个小区的 嗯